记者苏福南高雄报道,为解决南横山区通信不良问题,中华电信公司斥资3000万元设置5座微波及地台及布设光缆,预计明年2月底前,南横公路电信附带率可从20%提升至60%,行动通信讯号品质将更为稳定。 行政院南部联合服务中心执行长黄毅又连日来,带领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南区监理处长刘峰章,公路局第三区养护工程处长林青州,林务局屏东林馆处长张维以,台电凤山区营业处长林山安和中华电信行动通信总经理饶德兴等人,上山勘察台20线南横公路通讯改善工程, 及梅山至大关山隧道进10个道路改善工程。 黄毅又表示,为解决莫拉克风灾造成南横公路八年道路中断及通讯问题,一年半来已久度前往南横深山线堪, 在中央地方各单位通力合作下,南横林把克漏桥已于今年4月29日提前6个月完工通车,让桃园族人有一条安全回家的道路。 中华电信也分别于10月3日顺利场修完成大关山西口基地台,提供南横公路134K-145K和公路局天池监工站行动通信的讯号服务, 10月12日完成为京西桥微波基地台,有助于后续里关桥和中之关地区的通讯改善。 对于中华电信行动通信及南区分公司高雄营运处共同投入约3000万元, 设置五座微波基地台及布设光缆,提升当地电信使用稳定度及可靠度, 以确保对外通讯畅通,黄毅又深表肯定。